大家好,我是陈岳 北极时间10月22日晚上8点 华为Mate40系列手机全球线上发布会就正式举行 搭载华为麒麟9000系列的5G芯片 那么华为消费者业务首席执行官于成东 对Mate40系列手机呢做了全面的介绍 也对美国制裁华为的禁令做了回应 那么誓言华为会继续为人类更加美好的生活 而不断的进行科技创新 同时还不忘吐槽苹果的新手机的5G功能 依旧停留在第一代5G手机的水平 而最新的华为Mate40系列手机已经是第三代5G手机 那么我们今天呢将为大家来介绍这场华为新机发布会的一些 这个说了哪些内容 有哪些新的科技亮相 以及呢针对华为后续面临无芯片可用的困局之下的一些做法 布局的分析和探讨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场发布会的具体内容 华为Mate40系列呢一共是有四款机器 那么有Mate40,Mate40 Pro,还有Mate40 Pro加 那么以及Mate40RS保时捷板 华为终端官方微博就表示 10月23号零点呢将在华为商城 以及线上授权的电商平台 还有线下授权的零售渠道等等开启预约 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于成东 在Mate40系列的手机发布会上表示 这个8年以来呢 华为陆续推出了10代的这个Mate系列的产品 每一代都是华为尖端科技的集大成者 华为Mate40系列是迄今最强大的华为Mate手机 麒麟9000系列芯片呢实现了性能和能效比的轻高度 基于分布式技术的EMUI11 那提供了全新的智能全场景的体验 那于成东呢还不忘调侃了这个 刚刚也是刚举办过发布会不久的iPhone12手机 那么他就提到呢 这个其他厂商不久前刚刚推出5G手机 而华为呢已经是第三代5G手机了 那这个呢其实于成东讲的这个话 本身而言也的的确确啊不是就是并没有什么啊 这个吹嘘的成分在因为华为在5G通信领域 他的这个实力呢还是全球最强大的啊 那么华为呢他的这个5G的基带芯片呢很早就已经研发出来了 而这一部分呢是苹果呢是这方面的能力是不足的 于是呢苹果就只能和高通合作 那么用高通呢来提供给他芯片 但是高通在这一部分的芯片呢 他的解决方案呢是远远不如华为的5G芯片解决方案来的更加优秀 所以呢我们这个使用过华为手机的朋友 还有使用过苹果的手机的朋友呢 在这里呢我也这个不是做广告啊 就是客观的咱们客观的评论客观的来描述这个事实 那就是在信号这个通信的信号稳定性啊等等各方面的话 那华为呢还是有他的优势的 那苹果当然在他的操作系统呀 还有他的品牌的这个影响力 还有他每一台手机卖出去之后 他的这个利润率啊等等 他也有苹果有苹果的优势 那华为有华为的优势啊只能这么说 而我们看到呢华为他的麒麟9000芯片呢 采用全球最先进的5纳米工艺 那当然这部分呢还也是台积电 这个来代工生产的麒麟9000芯片 但设计呢是由华为旗下的海思半导体呢 来进行设计的 很多朋友可能不了解 其实虽然说华为或者中国的半导体 在芯片制造技术方面呢 没有办法这个赶上国际的第一梯队 甚至是第二梯队呢 恐怕都跟不上 那这一部分呢是我们目前的短板 但是就芯片设计领域来说 放在两三年以前还当时还觉得中国的芯片设计 特别是美国在第一轮制裁华为的时候 很多人都觉得华为的芯片 它恐怕在设计领域呢 是要这个要被这个要被美国制裁的很惨 结果没有想到呢 中国的半导体芯片企业 特别是芯片设计企业呢 像华为海思 结果搞出了一大堆的备胎计划 没有想到这么多年的沉淀 华为或者是中国的半导体产业链里面呢 那么芯片设计已经走下了国际的最前列啊 或者说呢 第一阵营吧 咱不能说有多先进 至少呢是在第一阵营 不比别人强 也不能说比别人差 对吧 那至少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去PK一下 但是没有想到美国的第三轮制裁呢 直接让全世界的半导体供应链 说我不给你生产 你光设计没用 这个呢就是目前的处境 那就比较的这个处境比较艰难了啊 那不管怎么说吧 我们还要为华为的海思的 这个5纳米芯片的设计能力 特别是他把5G通信功能 和他的这个CPU处理芯片 集成在一起 那么这方面的能力呢 是很强大的啊 这个呢必须要给他 11 22 该点赞的地方还是要点赞 对吧 我们看到呢 这个华为的这个麒麟9000的芯片 他集成了153亿个晶体管 是目前晶体管数量最多的 功能最完整的5G手机芯片 他的CPU三档的能效架构呢 最高的主频可以达到3.13G赫兹 那么麒麟9000 GPU呢有24核 让图形处理性能呢 也大幅的升级 他的NPU比同类的产品呢 要快2.4倍 华为的Mate 40 Pro和华为的Mate 40 Pro加 也延续了88度超曲面环这个环木屏啊 那么两款机器的他的前置摄像头都是开孔尺寸小 那么视觉上呢是整齐如一啊 也比较的美观 那目前呢我还没有拿到真机 我现在呢像这个华为的 这个算是在上海的这个找的华为的朋友呢 准备他们是做华为的这个经销商 看看什么时候 因为他现在在全球发布会 其实在中国市场的发布会呢 还没有还没有正式的发布 应该是在10月底吧 差不多就是可以正式的开卖啊 那么我呢可能会预定一台 哎到时候呢可以来拆箱看一看 实际拿到手上呢是什么样的这个手感 或者体验如何吧 那么这一次的华为他的摄像头方面呢 是配置了前后双电影摄像头 以及呢前后这个双超大广角啊 那么这个摄像功能一直是华为手机 他的非常强大的一个这个卖点 其中呢华为的Mate 40 Pro 也沿用了潜望式光学变焦结构 实现了10倍混合变焦和50倍数字变焦 华为Mate 40 Pro实现了20倍的混合变焦 以及呢这个100倍的数字变焦啊 这个Pro加啊是这样的一个变焦能力 那么华为Mate 40系列 首发搭载了EMUI 11系统 软硬件融合释放强大的性能和流畅的体验 也是一种全新的交互方式和分布式的技术 让全场景的智慧生活呢 体验呢也会更加的丰富 那因为华为在物联网呀 包括像智能家居智能产品呢 它的产品线的越来越广 所以手机呢就成为它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载体 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呢 这一次的EMUI 11将分布式的能力呢 再次的做了升级 包括像多屏协同功能 那实现了在PC电脑上 同时打开多个手机应用的窗口 那么多任务可同步进行提升效率 于晨东表示 目前华为连接消费者的终端设备呢 已经达到了10亿台 那么其中呢 这个设备最多的当然就是华为手机 那么这个数量呢已经达到了7亿台 那这个华为呢一直在做无线通信领域呢 是非常强大的 因此它的这个诉求或者目标呢 是希望能够万物互联 所以呢 它的华为旗下的终端设备 有多少可以互联呢 也能够体现出华为这家公司 它的离它的梦想呢 是不是更近了一步 其实呢 反映在资本市场上 或者商业模式上呢 就意味着它是不是有更广阔的商业空间 这个其实是一码事情 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那么于成东在发布会上 除了介绍上述的新手机的 特别是拍照呀等等 这些新的功能和内容呢 那么对于大家都十分关注的 美国对华为的禁令这件事情呢 于成东也做了正面的回应 于成东提到华为正在经历 美国政府的第三轮禁令 认为美国这一个举措呢 非常的不公正 甚至呢 这个于成东说到动情之处 一度向华为的消费者呢 含泪告白 那么于成东提到呢 要誓言将继续为人类的美好生活 持续的进行创新 那么于成东坦言呢 华为现在处在非常艰难的时刻 我们正在经历美国政府的第三轮禁令 这一轮禁令呢 是极不公正的 导致我们处境的很艰难 我觉得呢 这也是跟他的这个粉丝们 或者是喜欢华为的产品的消费者们 算是一个实际情况的展示吧 其实这种情况大家也都 我们分析这么多 对吧 过往的这几个月啊 包括一两年的时间吧 那也都能够很明确的知道 后续华为的处境呢 的确非常艰难啊 光吹牛也没用 确实会日子不好过啊 这是一个现实 那么于成东还表示 在过去的三十年时间里面啊 华为持续大力的投资于技术和创新 通过技术呢 来改变人们的生活 华为在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方面呢 拥有最好的声誉啊 的确虽然美国一直在去世界上游走 去抨击华为的这个解决方案里面 说什么有后门啊 不安全啊 等等等等吧 讲了很多 但是到目前为止 美国还拿不出任何的证据 证明华为在信息安全领域的 这个不好的地方啊 或者说抓到了你怎么怎么样 对吧 偷窃隐私数据啊等等 那目前呢是没有 那你想一个一家公司服务全球啊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他的这个产品和服务 那服务全球这么多老百姓 又服务了几十年的时间 其实能保持这样的一个 这样一个记录 其实是就是说他良好的声誉 没有太多负面的这样一个 事实的存在呢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啊 那么也可见呢 华为呢 他在这个通信技术上呢 是在这个行业呢 他的确是一个领导者的角色啊 那同时呢 在消费者的就是比如说手机啊 这些啊 这个这个技术上面呢 同样呢 他也是行业领先 那么过去的十年呢 大家见证了华为不为人知的 这个品牌成长历程 那么成为全球领先的智能设备的品牌 对于华为来说呢 我觉得不管处境多么艰难啊 那么人与那个于成东提到呢 都承诺要继续的展开科技的创新 将最佳的技术以及呢 最佳的创新还是要带给消费者 我觉得呢 这个相当于是华为呢 在面对困难的时刻 也算是对消费者的一个承诺 那么未来呢 我们还继续可以在华为身上 去体验更多新科技带给我们的惊喜啊 那么华为承诺要提升人们的生活呢 提高大家的工作效率啊 那么将并且呢 于成东在演讲的时候提到 说这个华为将信守承诺 也于成东呢 也感谢了大家 这个消费者们的对华为的信任和支持啊 我们看到伴随着华为 Mate40系列新手机的发布呢 那么关注华为的朋友 其实自然会想到 Mate40之后 华为将无芯片可用啊 所以呢也就让这个麒麟芯片它的绝唱吧 那么显得这一场的发布会呢 多少让人感觉有一点悲怆啊 那么也正因为华为在高端旗舰手机上的 这样的一个受伤 那么使得后续华为的发展路径呢 也算是备受关注 我们看到美国福布斯网站最近的一篇报道 就称华为利用智能 这个新智能手机升级呢 来瞄准苹果这样的一个文章分析啊 当然我知道有的朋友呢 就觉得哎 华为现在还还怎么跟苹果竞争 对吧 那么但是呢 我们不妨听一听啊 特别是美国媒体的报道 他是怎么看的啊 我们看到美国福布斯的这个媒体的文章当中 就提到了呢 苹果就是说 苹果的主要竞争对手当中呢 华为的战略比任何企业都要更加接近 苹果公司的做法啊 包括控制着有关硬件和软件 华为正在向全面的商业运行 其自身开放的操作系统和应用服务呢 来进发 那么美国媒体报道说呢 对于华为来来讲 让公众看到公司的创新步伐至关重要 这对保住其智能手机用户基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而非在压力之下侧重于中国市场 华为智能手机正在处在处于战略的这个核心位置 而这一战略呢 旨在将一系列的智能设备 个人电脑 电视 汽车 平板电脑 以及物联网 这个终端等等等等的 都连接在它的全场景 无份人工智能生活的这样一个大的 这个科技框架之下 也就是所有的设备都将运行在它的 跨平台与华为的移动服务的操作系统之下 也就是华为的HMS 然而呢 这个战略的不利之处在于 如果华为丧失了智能手机的用户群体 那么将更加难以销售其他的这个设备 而关于华为失去的手机市场 谁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呢 我们现在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分析 包括像小米公司呢 要更加重视对欧洲市场的投入 那当然了目标是要抢去抢这个华为 在欧洲失去的市场份额 我们还看到呢 在二季度的时候 华为手机一度成为全球手机的第一名 但是在三季度的时候 这样一个这个全球手机第一名的这样一个位置呢 又被三星给抢走了 那么未来呢 很多人分析华为失去的市场份额 到底是被苹果拿走呢 还是被小米拿走呢 还是被三星拿走呢 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 那么我们最新呢 就看到了分析机构叫Counterpoint呢 它的一个调查数据就说 在今年的早些时候被广泛 被华为夺去全球智能手机市场排名的头把交易之后 那么八月份呢 三星就以高达22%的全球市场份额 重新来到了第一名的位置 而华为在当月的市场份额排名下降到了第二位 占比呢是16% 明显低于今年4月份的21% 在这一时期小米的全球市场份额获得了稳步的增长 从今年的4月份的8%升到了今年8月份的11% 同时呢 我们看到这个Counterpoint呢 他还表示啊 这要归功于小米利用华为在中东欧市场的份额下降 那么在该地区呢 获得了稳固的市场地位 此外我们看到在今年4月份以来 苹果呢是占有率呢是12% 而且呢持续到了8月份 那么这个报告还表示呢 随着iPhone12系列智能手机的上市 苹果手机的销量呢将会继续的增长 那有这个但有关的增量呢 也只能到今年的11月份才能够呈现的出来 那也有很多朋友觉得呢 这个苹果手机呢 这一次他推出的iPhone12手机呢 因为搭载了5G的功能 而且呢正好赶上了一波换机的这个周期啊 这个换手机呢 他也是有周期的 那么有很多分析认为呢 今年是换换机的一个一个新的周期 所以呢苹果新的手机推出 又加上有了5G的这样一个功能 那么很多人预计呢 iPhone12呢会大卖啊 那通过现在刚刚上市之后呢 很多朋友去购买呢 这个市场反映的情况呢 似乎也正在印证这一点 不过呢这两天也还有一个消息传出来啊 就是说苹果的iPhone12手机呢 它的5G功能呢 据说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缺陷啊 这个我现在不确定 是不是在我只是看到媒体的报道 因为我实际没有 我现在没有iPhone12手机 我也没有验证过 那就是呢 当iPhone12手机打开5G连接功能的时候呢 它大概只是短时间之内吧 它的电量就会消耗的特别厉害 好像是说三个小时还是多久啊 就就你只是打开这个5G功能的情况下 那么它就会消耗掉你百分之六七十的电量啊 我我我只能说我看到了某些媒体 媒体这样的报道 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啊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因为在市场上呢 之前就有很多传言说 苹果使用的高通的5G解决方案呢 是不成熟的啊 因为高通呢 在5G这一块的确是呃 在终端的包括芯片呀等等 它的解决方案呢没有华为那么成熟 所以呢 它在能耗呀各方面呢 呃 它就不是特别好 那我不确定到底怎么样 我想呢 如果大家对这个苹果手机感谢你的朋友呢 可以去多了解一下啊 如果它的5G功能打开 真的非常的耗电 那这一部分呢 也是非常值得去考虑的啊 我们还看到了这个Counterpoint呢 这家这个研究机构呢 它的分析师认为呢 呃 三星 苹果和小米 以及呢 像包括OPPO 微博这些智能手机的市场份额呢 将会得到上升啊 那么各个国家 这个地缘政治政策和政治事务 正在以许多方式 在影响着智能手机的布局 那当然影响最大的肯定就是华为 对吧 华为的销量肯定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滑 那这件事情呢 大家也都摆在眼前的 对吧 也这个事实摆在眼前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那么为了抓住这些地区和细分市场的这个商机呢 于是市场上就出现了更多更加明显的营销活动 看到如今华为的史上最强的Mate系列的手机 我们再看到了在5G通信领域啊 华为的强势领导地位 那么等等吧 这些呃这这些年来吧 那么华为在取得的这些科技啊突破的成果 可以说是付出的巨大的努力 也投入了大量的金钱 但是就是因为在硬件半导体领域呢 被美国人卡脖子啊 那如今呢就面临着手机主营业务要转型到软件啊 还有这个包括车联网啊 这些智能设备的业务上来 那因为你手机没办法了呀 是不是 而原来的市场占有率呢 就是主要手机这一块的市产率呢 将逐步的被有伤给蚕食给侵吞掉啊 坦白的说 如今的华为就像特朗普的选情一样 已经到了一个极其严峻的至暗时刻 那么今年的八月份呢 余成东曾经就表示 华为麒麟芯片在九月十五号之后就无法再生产了 因此呢 Mate40搭载的很可能就是华为最后一代的麒麟高端芯片 也就是今天我们讲的七零九千 因此呢 华为的Mate40的产能到底怎么样 也成为外界这个关注的一个焦点 早在2019年五月的时候 华为和他旗下的这个七十余家子公司 就被美国列入了实体清单 那么高通的这些美国公司呢 陆续的就断货了啊 那么中断了供货 像ARM公司呢 它的芯片架构的授权也受到了限制 于是呢 华为就紧急行动起来 要把握住这个一年的时间窗口 从去年就开始了加班加点的备货啊 也就是这个之前有备胎 那备胎计划主要是华为海思半导体旗下的各种芯片 就是美国断了之后呢 要自己设计 然后找代工厂的生产 那么从去年开始呢 华为呢 除了原来的备胎计划之外呢 又有一个备货计划 讲白的就是把供应商的货多买一点 能多囤一点就囤一点 这个呢 说实话也是权宜之计 对吧 那没办法 只能咱们先活下来再说吧 那么有消息就说 华为曾经对广大的供应商呢 提出过一个口号 就是有多少收多少 啊 那么等于说呢 就是反正你我都要 对吧 也高价呢 收购也在所不惜 那么根据外媒报道 甚至有供应商运送给华为 那些这个半导体呢 是还有些呢 还没有经过测试 以及组装这些这个半成品的精源 就给了华为 那当然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华为买来之后呢 再做后续的这个处理啊 因为9月15号呢 就是一个最后的期限啊 那么赶在这个之前呢 希望多买一些 华为的这个大规模的采购行动呢 一直持续到今年 那么这个在这个财务数据上呢 我们也能得到体现啊 根据华为2019年度的 财务披露的数据呢 就是说原材料同比上涨65%增长 那么到585亿元 那整体的存货呢 这个同比增长了75% 到了1653亿元 但是在一年的时间呢 对于华为来说 还是太紧 还是太紧迫了啊 目前的Mate40的芯片的储备 情况呢 外面还不太了解 也不知道到底会有多少 这个手机 那么曾经就有知情人士 在之前就透露呢 华为Mate40的 备货芯片数量 大概是800万到1000万颗左右 那么华为呢 已有的芯片储备量 可以让华为高端手机呢 至少坚持到2021年的年底啊 这是很多分析呢 这个认为的一个看法啊 就是根据他买了多少 花了多少钱 那现在的备货呢 大概会有多少 然后呢 他在这个中低端手机 就是说用在高端手机上面的芯片吧 那么大概能用到明年年底吧 那么明年年底之后怎么办呢 于是呢 还有一年的时间去通过找各种解决方案啊 总之呢 就为了活着吧 反正就是现在各种权宜之计呢 该用的也得用 没办法啊 那么在9月23号的2020年度 华为的全连接大会上呢 华为的轮值董事长郭平呢 就表示 直到9月15日啊 这个华为公司紧急储备的各类芯片 这个才入库完毕 那么具体的数据呢 还在评估当中 也就意味着外界还是不知道 他大概会有多少这样的芯片储备 但是郭平同时还表示呢 目前啊 所谓的地主家的鱼粮 那么对于运营商基站在内的2B业务呢 还是比较充分的啊 这个事情呢 我们一直这个之前呢 也做过很多的分析 就是华为他在基站啊 这一块的这个领域呢 他是问题不大 也就意味着呢 他的这个储备货呢 还是比较多的啊 但是对于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手机 这一部分呢 2C的业务呢 他就这个还需要找其他的替代方案 压力呢相对大一些 那原因呢 我们之前也分析过 就是基站 一台基站用一个主要的这个处理芯片 他用很多年嘛 而且每个国家的基站数量是有限的 对吧 几十万个到几百万个了不起了 但是手机呢 一出货都是上千万几千万 对吧 那这个量级不是一个量级了 但是从生产的难度上来说呢 2B的这个芯片和2C的芯片 从比如说台积电呀 这些企业生产的角度呢 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因此呢 这个基站这一部分的芯片的备货呢 相对要容易一些啊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现况 我这个目前的这种情况呢 华为的缺新的这个现况呢 其实对2C的影响呢 就比较大啊 我们前面分析的结论就是这样 那么郭平呢 他多次坦言 美国的持续打压 给华为的经营呢 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那么求生存呢 是华为公司的主线啊 主要的一个诉求 华为呢 也必须要考虑 是否要降低出货量 以保证自己的手机系列呢 能够延续下去 即便Mate 40这个供货量充足 那么中国首级市场的格局呢 也会这个因为 也会呢 这个也将因此呢 发生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 我们看到有专家认为 乐观的古迹呢 大概这个像这个 Mate 40系列呢 大概就是Mate 30的系列的三分之二左右 那么华为呢 也在推进他的IoT的生态链 产品方面呢 的这个营销 华为的1加8加N的这个生态链当中 除了手机之外呢 我们知道他还在做各种各样的电子的 消费电子产品 包括像音箱呀 电视呀 手表呀 耳机呀 平板 这些这个产品 那么华为的消费者业务副总裁 朱平曾经就透露 华为的很多体验店呢 这个非手机产品的销量 从2018年的年底不到10% 已经提升到了2019年的 大概50% 那么当前的华为的IoT生态链 产品的销售额 比起华为手机而来呢 其实还相差甚远 那么华为芯片告急 也影响了他旗下的荣耀手机的 这个品牌 目前呢 我们看到了像路透社就有一个报道 那就提到呢 华为可能要把这个荣耀 就是荣耀也是华为 就是华为公司旗下的 他的一个手机品牌 那华为手机本身也是 华为母公司旗下的手机品牌 所以它是双品牌战略 那么华为现在呢 就是路透社的报道提到呢 华为现在正在和神州数码 还有其他的一些收购方 来洽谈要准备出售 它的荣耀智能手机 要来进行谈判 那么当然了市场传言啊 还有一些这个企业呢 对华为的荣耀手机感兴趣 那包括像TCL以及呢 小米啊 那么这个计划的 就是说出售荣耀这个计划呢 它到底包括了荣耀旗下的哪些资产 现在还不确定 那不管怎样吧 就是说这个事情呢 肯定不是空穴来分啊 因为原因也很简单 华为现在它的储备的芯片呢 是非常有限的 那么你用一颗少一颗 对吧 一方面你要养着它的主要的主打品牌 华为手机以外 华为手机我们知道有Mate系列 有P系列 对吧 那么如果你再去供芯片给荣耀系列呢 恐怕难度就比较大 那么这个呢 我认为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吧 那么因此呢 为了保证华为旗舰手机的 它的出货量 也就是它的芯片供给呢 那么华为将不得不思考 如何处理这个华为手机品牌 与荣耀手机品牌的关系 荣耀在华为有限的产能之下 能够获得资源呢 也就越来越有限 越来越困难 虽然荣耀呢 已经将一部分的重心 转去了IoT产品 但是这个并不能解决 这个荣耀的长期发展 这个缺少芯片的问题 华为玻璃荣耀 或许呢 也是荣耀可以健康生存的一个机会 但是呢 这是否能够让荣耀采购零部件 不受到美国禁令的影响呢 其实这个也是很难说 也是一个未知数 对吧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 多次分析过 华为的未来的这个战略吧 那么我们当前呢 也知道 华为已经有了自己的南泥湾计划 现在呢 最缺的就是时间 一旦华为联合国内的半导体供应链 这个造芯片成功的话 哪怕仅仅是自主生产的 14纳米的左右的芯片呢 只要华为自由品牌的手机 在国内和海外 还拥有一定的份额 那么就会形成类似于苹果这样的啊 同时拥有芯片呀 同时拥有操作系统呀 这样的一个闭环 那么可能只需要数年的时间呢 就能够再次夺回一定的市场份额 如果我们用底线思维来看这个问题的话 我认为华为目前的情况就是认真费先生曾经说过的 短暂的爬到了山顶 然后呢 比如说5G通信等等 然后就被美国人又打到了山腰 然后彻底的暴露了自身的一个短板还有缺陷 现在呢 要做的事情呢 其实就要补齐这些短板 那么好消息呢 就是华为有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 以及其他产品线来支撑整个公司的运作 那么也就是呢 说呢 这个活的活的呢 差一点 但是呢 华为死不掉 对吧 至少呢 短期之内没有这个可能性 虽然华为的手机业务快速增长 占比呢 已经超过了一半 但是通信 还有这个华为的企业业务呢 依旧是华为营收的半笔江山 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啊 通信业务受的影响不大 它的这个基站基地台的芯片的供给充足 那么作为一家以通信设备起家的老牌的这个通信公司呢 那么通信业务呢 可以继续支撑华为运营下去 而且呢 于成东也曾经表示 华为手机尽管售价比较高 成本也比较高啊 那么因此呢 手机业务呢 这个也不是华为的高利润业务 那么它的下滑或许并不会让华为这个公司死掉 对吧 那么华为仍然有它的其他的盈利和利润空间 继续支撑华为的研发 华为的布局的芯片呢 也不止止仅仅有麒麟芯片 还有服务器芯片昆盆 AI易购芯片深藤 以及呢 像5G芯片巴隆 天刚等等 那随着美国禁令的实施 华为的其他高端芯片 也可能会陷入无芯可用的境地吧 那么这个呢 也都是华为未来长期的 三年五年八年的这个压力 2019年7月 在任志飞拿出了一张 这个二战时期 被打出了4300多个弹孔的一二二战机的照片 在他看来呢 华为就像这架飞机千疮百孔 伤痕累累 但依旧能够坚持的这个飞行 而现在呢 华为就要把这些洞全部补上 那么这个就是要补上这些洞呢 当然也包括华为的消费者业务部门 于震东也在今年的9月的坦言 华为没有办法制造芯片 在全球化过程中只做好了设计 那么这个呢 是对华为来说是很大的教训 华为正在努力的进行自救 要补上这个洞 尽管呢 这需要花上更长的时间 那么郭平也说呢 这个华为将继续保持对海思的投资 不会浪费一场危机的机会 海思不仅不会被卖掉 那么未来呢 华为还会加大对华为的半导体公司 海思的投资 同时也会帮助前端的伙伴完善和建立 这个自己的这个能力 那么早前呢 我们看到这个网上就曝光了 华为搞一个什么塔山计划 那当然没有得到官方证实了 就是说要准备建设一条完全没有美国技术的45纳米的芯片生产线 同时呢 还在探索要合作建立28纳米的自主技术芯片生产线 那么对此呢 我们看到在2020年的华为全连接大会上呢 郭平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回应说 这个愿意帮助可信的供应链增强他们的芯片制造装备材料等等能力 那么帮助他们呢 也就是帮助华为自己 今年8月份 华为消费者业务成立了显示器驱动产品业务部 专门来做屏幕的这个驱动芯片 进军屏幕的这个行业 华为还通过投资半导体领域的来进行积极的布局 这一年一来呢 华为在这个领域投资的公司已经超过10家 其中包括上游的半导体啊 这个材料啊设备等等公司吧 那么无论在技术设备还是在材料在面临被禁止的情况下 华为在去美国化 包括自建系统以及芯片产业链 这条道路上的极其漫长 而且未可知啊 那么华为能做到什么程度 还有在时间的检验 但不管怎样 这条路呢是确定无余的 不管前面困难多少都要走下去 对吧 那么华为的自救之路呢 不会停止 那么一如于成东在今年的华为开发者大会上的表态 没有人能够熄灭满天的星光啊 不服输是华为这家老牌公司的优良传统 在2019年华为再次面临艰难的关口呢 就喊出了求生存活下去的口号 今年五月郭平也再次强调呢 就是说求生存是华为现在的主题词 但也正如今年五月十六日 华为在微博上发的文字啊 就是说除了胜利 我们已经无路可走 而就在今天 就是今天 华为还发布了2020年第三季度的财报 那么我们看到呢 结合前两个季度啊 那么一共呢 2020年的前三个季度 华为公司就实现了收入6713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了9.9% 那么净利润呢 是8% 2020年的前三个季度 它的经营结果基本符合预期 华为也表态 下一个阶段 华为公司将充分利用 华为在AI啊 云计算啊 5G啊 这个计算服务呀 等等ICT的这个技术的能力方面 联合其他伙伴呢 一起来提供场景化的解决方案 发展行业应用 释放这个5G的红利 来帮助企业实现它的商业上的成功 也帮助政府呢 来实现新业 惠民这个善政的目标吧 那么对于今天 本次这个华为发布的Mate40系列 手心机 以及华为未来的发展道路呢 观众朋友们 你们怎么看呢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点赞 分享 订阅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